接著我們來看雙方第三排零雙打比賽 好歡迎大家繼續收看2009年乒乓球世界盃的團體賽 在前面兩盤單打比賽當中中國小將已經是拿到了兩分 這是雙方中國隊和韓國隊的第三盤的較量 比賽是在奧地利的第三大城市林茨進行的 林茨也是03年試拼賽的南丹冠軍施拉格的故鄉 這個地方被稱作歐洲文化之都 而且這兒是一個重工業的中心 面積是96平方公里人口大概有20萬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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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这次参加世界杯团体赛当中 年龄最小的中国队当中 年龄最小的一名运动员 他今年的只有19岁 韩国的这两名选手呢 大家应该也是非常熟悉了 直卧球板的是柳成敏 横拍的是吴上音 柳成敏和吴上音呢 是一个直拍一个横拍 但是两个人的都是右手 而中国队的这一队搭配呢 更加的合理 马龙是右手横拍 许欣呢 是左手直拍 一左一右这样的搭配呢 是跑位啊 更加的合理 对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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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你看 第一局的比赛一上来啊 双方的回合都很少啊 对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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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韩国名将 无上音发球 六比十落后他们 跑 11比6 马龙和许欣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你看这一局比赛啊 要知道您看马龙和许欣 他们俩是赢在了什么地方 一个是发球比较严谨 比较严密 另外呢上手比较积极 而且呢上手的质量比较高 所以呢一两码就解决了 显得回合很少 但实际上呢 他们打的每一板球都很有质量 我们看到现场的气氛也是相当的好 奥地利林茨的观众啊 今天来的很多 而且我们看到通过这几天比赛啊 这些欧洲的观众啊 他们也都是特别的懂球 对 无论是鼓掌啊加油啊 他们的这个时机把握的都很好 而且现场你看 到了中间的时候呢 总是放音乐 把这个现场的气氛呢 调向高潮 对他的声音乐 上下了 今天许欣在双打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许欣是出生在江苏徐州 那很小的时候就来到了上海 后来是在曹彦华乒乓球学校打球 许欣虽然年纪只有19岁 但是他已经是09年横拼世拼赛的男双亚军了 而且在刚刚结束的第11届全运会上 他和王立琴配合获得了男子双打的冠军 许欣打双打确实不错 第一他是左手 第二呢他的球比较稳健 就是步伐比较快 跑动的范围比较大 上手的这个落点意识和质量也都不错 微书很少 第二局的比赛呢 依然是中国小将一路领先 马龙许欣6比20领先 7比2 8比2 好 好 这一分一分拿的比较快 今天双打比赛的比赛进程显得节奏比较轻快 回合看起来很少 但是每一板球打都很有质量 看起来准备的非常充分 主教练刘国梁脸上的表情也是显得比较轻松 我们中国队已经是胜利在望 眼看着就要拿到世界杯了 胜利在望不等于胜利在握 所以还要一分一分打兢兢业业 戏剧马龙的教训领先多少都一分一分的打 我们通常要提醒运动员的领先的说 第一要一口作气 坚持有效战术 第二要一分一分的抓紧 第二局的比赛马龙许欣也是赢得比较轻松 11比5 现在他们是以2比0领先 那么中国队和韩国队的总的大比分也是2比0领先 而马龙和许欣的这盘比赛的局分也是2比0领先 当前的比赛都是进行的比较快 那举办了四届之后就停办了 从2007年恢复举办第五届 今年是第六届 在世界杯的历史上 韩国队是在第四届 比赛当中拿到过南团冠军 而中国队是第二届 第三届 以及第五届的南团冠军 第一届的南团冠军呢 是被瑞典队拿走了 好 我们接着来看比赛 马龙和许欣开局打得非常好 现在是4比0领先 现在看上去韩国选手啊 自己都失去信心了 马龙呢控制特别严密 许欣呢上手特别积极 而且呢上手的命中率和得分率都很高 这个时候啊如果请姚指导啊 您给韩国队的运动员支支招的话 该怎么办 现在也只能说放手一拼一拨了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没有什么太好的 因为呢中国队准备的非常充分 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在预料之中 另外呢整个场上的比赛 发挥的也特别好 心态也特别好 我们看此时此刻 吴尚银和柳成敏的脸上也是露出了笑容 这也是觉得非常的无奈 没办法 现在需要注意的就是 中国的这两名人一定要抓紧 对你就自己别出问题就行了 自己不要犯错误再出就没有问题 这乌漏还偏逢连夜雨啊 你说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吧 柳成敏还自己从打失误 中国的这两名小将啊 你看打球打得兢兢业业 是很严谨 很严谨 不松懈 对 刚夸完 徐欣 这个一板失误 但是没有关系啊 真漂亮 这几个回合 确实也是因为运动员 此时此刻 他们的心理也是非常的松弛 这几个球打的就像平常训练一样 好 好第三局的比赛结束了 中国小将马龙许欣11比5取胜 这样就三比零战胜 这样呢就三比零战胜了韩国老将柳成敏和吴尚银 那在这儿呢 要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中国南队的选手们是以三比零击败了韩国队 拿到了2009年世界杯团体赛的冠军 在这儿呢 也要向韩国队表示祝贺 他们是获得了亚军 这个成绩对他们来讲也是相当不错了 把赛的军事务情判变成绩